很鲜的海的味道啊 我覺得這個蟹粉 找了可樂在上海區的味道 酸鹽酸魚的 哎呀不回來領不到哦 好可惜哦 就領不到一萬五哦 領不到我們台灣的五倍券 困難或者說是 步驟繁瑣嘛 準備怎麼花呢 悠悠來了 還有爸爸和媽媽 Hello 又見面了我是薇薇 現在呢我要梳妝打扮一下 因為今天我要辦一件大事 這件大事呢 足足薇薇等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吧 我迫不及待的要去辦一下啊 這也是我這個回到台灣啊 21天隔離之後 第一件正經 正經要辦的大事 哎 一定要盛裝大玩笑 漂亮亮亮的 梳個馬尾 好了 然後衣服整理一下 將將 蔥花 現在呢是我的路上 當了媽媽呢 已經將上衣服帽了 我們將好了 準備回家了 準備回家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萬塊錢 準備怎麼花呢 買東西花 還有我們已經到家了 對 特別的順利 而且進行得特別快 其實我是拼著包去的 因為我包裡放了很多的證件 什麼護照啊 然後我的台灣居留證啊 我的健保卡啊 包括我的印章我都帶了 因為我不知道像我這樣的身份 在台灣的確是一個 稍嫌 特別一點的 居民吧 然後我就不知道 我取這個五倍券 是不是 特別的有困難 或者說是 步驟繁瑣嘛 沒有想到我去到櫃檯 然後人家就說 出示一下你的健保卡 然後我就把我的 和悠悠的健保卡 從窗口遞過去 好 那就很簡單的哦 我就領到了這個五倍券 叫我簽個字 然後我就領回來了 熱呼呼的五倍券 雖然我知道啊 是不是幾乎所有的朋友 都已經把這個花完了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那就微微的才剛剛取到哦 我覺得這個時機也蠻好的 剛好在過年哦 就 欸 過年就是放肆的節日啊 就放肆的做自己 快樂的吃快樂的玩 剛好這個五倍券 就可以滿足我和悠悠 那我和悠悠一共就是 一萬塊錢 我放開了 截止日期好像是到2022年的4月份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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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花完的了 其實從五倍券剛出來的時候 我這個影片的下面就有大把大把熱心的台灣朋友說 微微快去領 會不會就領不到 有些朋友啊 他是真的很熱心 我是說真話啊 就真的很熱心的提醒微微快點領啊 還有另外一部分 熱心的朋友 這個熱心就要打個引號了哦 就那種酸言酸語的 哎 我不回來領不到哦 好可惜哦 就領不到一萬五哦 領不到我們台灣的五倍券 哈哈哈哈 老娘領到了 真的很酸 我現在的感覺真的很娘哦 我就是娘啊 我本來就是母的啊 其實最開始我沒有開相關的一些條款 包括就是須知公告吧 在那些網友就酸言酸語的這些話語當中 我本來以為我是領不到了的 然後呢 我还特意的找了台湾的朋友 看能不能帮我带领 因为我当时好像是有好多留言说 哎呀 12月份就领不到 最后几天了 就在留言下方这样的 就怂恿我 我当时就好紧张 因为白给的谁不要呢 我还特意的跟铜锣的一位朋友说 我说能不能帮我带领一下 然后呢 等我回到台湾 我再给你这个 我和悠悠两个人的两千块钱 然后那个朋友也很实在啊 是真朋友 他说你给我两千块钱干嘛 五倍券啊 就我一千悠悠一千 我要给你两千啊 然后呢 我就跟他解释 因为去年我有领三倍券嘛 三倍券是什么 就是我给政府一千块钱 政府还给我三千块钱嘛 对不对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 那五倍券一样啊 结果这个朋友说说不用 不是 你就好了 不需要给政府一千块钱 政府再反给你五千 哇靠 竟然有这样的好事 那就是白拿一万台币啊 对啊 来 拍照里面一下 一二三 耶 啊 耶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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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不爽 爽 我发财了 我是发生大美 真的很有钱嘛 就这个时候真的能够灵灵尽致的展现我们就是本身的那个贪念欲望嘛 我看我现在就我脸上可以笑出像小红包一样八十八个折耶 然后现场工作人员还跟我说你要核对一下哦就一共五千就不要少了哈 哈哈 哇哈哈嘿ふ yeongную 心里发生好 哈哈哈哈哈 其实除了这个五倍券我当时也有申请另外一个就是 疫情的补助金 我有申请 也是高雄的一个姐姐跟我说的 然后呢 真的我有写了申请表 而且我有寄出去 可是后来得到的回复是 就是我的身份 现在不是台湾的身份 所以呢 这个疫情的补助金 我是没有申请下来的 就稍微有点可惜 但是高雄那个姐姐跟我说 是因为她的朋友 都是大陆媳妇 她们转换身份了 她们是领下来的那个 疫情补助金的 据说还蛮多的哦 一共领了三万台币哦 有点小小羡慕 好吧 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已经领到了这么多了 就作为我回悠悠的零花钱 真的是很开心 这是我的 然后呢 拜托现在看到我们影片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因为去年的这个三倍券嘛 是有一些商家可以优惠的 我记得我带悠悠去吃一家冰淇淋 那家冰淇淋其实蛮贵 但是呢 用这个券去买 就格外的便宜啊 大家下方也可以给妹妹留言一下 还有哪些商家就用这个五倍券去消费 然后她就会优惠打折 快点告诉我 我今天是太开心了 我的呢 都在我这儿啊 都在我这儿啊 但是我觉得了 有很多人可能因为领了这些钱 他们就会把平常不舍得的 或者说是觉得稍微有点奢侈的商品 或物品买回家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客家习服 所以呢 这个钱我还是把它花在正途 比如说超市啊 我才会用这些券 就是说白了 不会因为多得的这一万块钱 让自己产生不必要的额外的花销 看破一切的客家习服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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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悠悠失望的走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该买的还是会买啦 冰淇淋啊 薯条啊 汉堡啊 都有的 哇 他妈 Screen 哇 他们包的好快啊 她手法 好利落 它这个皮真的 我感觉就跟饺子皮一样 没有 你的饺子比它厚 讨厌 而且它的感冰账位 啥是金属的呢 这不会有细菌 有道理 它在称重 你看到了吗 它专门是往里弄馅的 但它不包碗 好厉害 我觉得这铺铛活的人才乱 而且你发现了吗 都是男生在包 一撒男士 因为如果你是太累了 我总觉得这种精细活应该是女士 但是不只精细 它还有体力 这有啥体力 擀皮可能需要点体力 包不需要 站在这边 人家贵姐不也是一站站一天 也没都是男的当贵姐了 对吧 但你有发现吗 就是凡是这种 比如说你觉得弹琴 弹琴是不是也是精细活 手指要动得很快吧 但你看国际的大师 都是一般都是男的读 对 你看一下我学的那个乐器古装 感觉是女孩弹的吧 但是古装大师都男的 所以男人还是挺厉害的 哈喽我们今天呢 是在台中大圆摆的第一次顶太风 今天晚上准备吃小包子 因为上次我们拍摄了在上海的顶太风啊 然后呢没有吃到传说当中的顶太风的 小颗粒小容包 原本是想在台南吃的 意外发现 台南竟然没有 其实说实话 吃了这么多年的林太风 也没有仔细看过他们包包子 这还是我们三个第一次 这么那么认真的观看 发现还是挺有乐趣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透过窗户看他们包包子 还真的是个手一活 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 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个耳朵 都是被包上的 纱布 你把她的头发掉下来 她也不看我 你看看我 师傅 你妈有病 小腔蛙 香酸 女儿妹 妻妹 可算是到我们了 哇 人满没换了 我的妈呀 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50分了 好多人的 我们要饿风了 现在等了好久 我们已经等了50分钟了 50分钟 好大人的 鼎太风原来用的是米醋 我之前都没有注意 我就喜欢吃米醋了 那这是什么茶 大麦茶 绝名子 是鲜茶茶 我在说绝名子 我们东北都是当枕头的 这边是档椎菜 谢谢 啥鲜草茶 你又喝出来茶叶的味道吗 对 它就是红茶呀 没有放糖的红茶呀 你跟台湾人鲜草分不清 现在是高丽菜 你买多少种高丽菜 我们吃的是师傅的手艺好吗 就这么一盘高丽菜 它盘也不算大哈 它小盘 它有多小 这么大一盘 210块钱啊 我尝一尝 我尝尝它到底值不值200 是好吃的高丽菜 轻脆轻脆 然后甜点 再融心跳 是好吃的 但是我的理想中的价位应该是100 我在热炒店才叫100 而且一次150 不会是100 热炒店也这么贵吗 不可能吧 大家回应一下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台湾的热炒店 我们下来台北再去吃好了 要吃我也是在台南吃 台南才是美食的店头 我们原味的小笼包已经上来了 先让它在醋的海洋里面泡个澡 你看我们又又吃上眼了 但那个汤汁要小心啊 就爆水了 你看 哦真的耶 它吐了 你看到肉 跟它一样 我还没拍呢 你俩都吃完了 我们这一盘是蟹粉的 然后呢 你知道我们这次来吃 我觉得和上次不一样的是啥吗 它都有小螃蟹是不是 对吧 但是我们之前在上海吃的时候 文务员没有给我们介绍任何 就放这了 这个是什么 小笼包 然后就走了嘛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这个可以吃吗 但这次这个上 它就会介绍得很全面 小心烫哦 这个小螃蟹的装饰也是可以吃的 它是用面粉制做的哦 怎么怎么样 然后再走 就很贴心 就该介绍都介绍到了 嗯 不用我再问了 然后也没有废话 对也没有废话 这个小螃蟹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部分呢 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吃下一个部分 就可以吃的部分了哦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声音有点大 哈哈哈哈 它就是很鲜的海的味道啊 嗯 我觉得这个蟹粉小龙和在上海吃的味道 不太一样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嗯 上海的蟹粉小龙它的肉味比较浓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吃的蟹粉小龙就是海鲜的味道重点 哇 我们点的这个排骨蛋炒饭来 这排骨还蛮大的哦 这个250块钱我觉得是很划断的哦 它有食欲了 你看金黄金黄的 太厉害了 然后吃一口吃二色 嗯 吃到了 我慢慢一口再炒饭 你吃 我怎么在上海吃的一点都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种东西 它那个葱的鲜香的味道很肥肥 新鲜的葱 感觉你是在葱的菜地里吃的 哦 然后它的米饭真的是软硬适中 还带一点水分 然后又不时推它 这才是真正的顶太风的蛋炒饭 来 这是我梦梦以求的辣椒 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不是夸那个台湾的本公司啊 你看它的辣椒酱也是这种 上面是油 然后下面是那种感觉它们是炸的哈 来 我盛一点在我的盘子里 现在在操作把辣椒酱放盘这里 放米饭 然后呢 霍霍霍霍霍 再放汤里 你知道这在我们东北叫啥吗 爸爸 叫脱了裤子放屁 费2.4 这是那碗蛋炒蛋黄 我脸上头 就一大大上头了 太好吃了 真的 我现在觉得我上次在上海点的那个蛋炒饭都挺香 你这小朋友已经吃到甜碗 冰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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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妈呀 看这儿人 来吧爸爸 你给优优存地儿吧 快 给它蓄上 我们的丝瓜虾仁 你光看它这个样子 回忆一下上次我们在上海点的丝瓜虾仁 来尝一个我和优伴都很喜欢的这个丝瓜虾仁 上次点的丝瓜虾仁是透着面皮看不到虾仁的 就一片绿 一片绿 这个你看 这个你看 这一口 真不一样 以后我觉得我在上海我不要吃 我反正反正回来吃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 对比上一次我那个老后悔的心 你们看啊 它这个丝瓜虾仁 你看 看 看 诱不诱不我就跟你们说 嗯 往前垫垫 来来来 把你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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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下去了20台币 真的老心疼 看这擀瓶的宫底 你看这瓶比上次的还要薄 是吧 朋友先吃 咬一口 下面我们就要尝我们期待已久的了 慢慢走 哇 那怎么做扁啊 这是巧克力饼吧 妈呀 那怎么长这样 咦 咋了吗 它应该里面就是巧克力酱吧 我感觉一戳都要破了 吃到巧克力了吗 真的 包着满满的巧克力酱 我的妈呀 太多巧克力了 你看它根本就粘着 粘在我的手上 很恶心 哦 它真的是大人巧克力 我给你会很喜欢 是吗 嗯 我见巧克力很多年了 而且它巧克力香真的很厉害 它是高级的巧克力 天啊 拥有传说中的神之蛇的 品贱大学 来试试看 你点个黑锅盖 我 当我吃到好吃的时候 我的衣服就会暴力 哦 嗯 哎 怎么样 是不是让你震惊的 超烈 不特效 哈哈哈 哎不错哎 这个蛮出我意外 它小蛤蜊里面竟然是流动的 是吧 溶浆一样 温柔的温暖的小蛤蜊 很柔顺 很温柔的小蛤蜊 太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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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清盘了 谁知温宗森 历历皆新 我没有想到一首古诗 两岸还不一样了 当时我有一部影片 温柔在说这个诗句的时候 我还说温柔你说错了 是谁知盘中餐 然后下面 我的台湾朋友说她没说错 温柔说的是对的 我才发现我批凌错了 我那一瞬间才知道自己的世界很小 然后优爸再把最后一口高丽菜也吃完了 这彰显了家庭地位知道吗 这是圣菜圣饭的清道苦 不对不对 是最后一口要留给家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是爸爸 爸爸是我最爱的人了 你看我把爸爸养得多肥 这都是爱 爱的爸爸 所以妈妈就觉得怎么样 你知道爸爸遇到我之前 爸爸长啥样呢 哇 爸爸遇到我之前 体重才 62.5 62.5公斤 爸爸现在你知道体重多少吗 爸爸体重现在是75公斤 今天我妈妈跟我视频 我给我妈妈看你年轻那会儿的照片 我妈妈都惊呆了 我妈说 温柔咋长成这样的呢 我只能跟他说 遇到我之后 他就变成这样 然后我妈妈鼓勃说话 我妈妈说 那你擦它 我说是 我是温柔的教母 不活生生把温柔发成这样吗 你这我24腰 现在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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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真是一判回所有 我们今天的餐点金额是1210块钱 服务费是121块钱 一共花椒是1331块钱 这是我们今天过年吃的大餐了 大餐 年大餐 然后呢 刚才的巧克力小笼包你猜多少钱 300块 175 那很值得啊 你猜一猜刚才我们吃的芋泥小笼多少钱 芋泥小笼包 250 一百一百 一百 是不是觉得下次可以再多点 对啊 哎很便宜 我们之前在上海市里 我会发现拍那个影片好像没有便宜 我们的五杯券现在是年初几年初七 初八了 年初八 我还没有用呢 嗯 快点就 快点快点 快点把我们的五杯券用了 一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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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吃新年大餐 感觉快吃一顿 怎么那么好 妈呀 真的 个人觉得我还会再来 而且排队是值得的 那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啊 记得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附送 然后记得加入会员哦 直播间等你哦 在悠悠兰的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笔记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悠悠粉 悠爱粉 或是悠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 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好了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热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